各位朋友,网友们好,欢迎来到桃花园记 今天是美国时间2022年5月5号,周四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川普特朗普前顾问 盖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米勒将被美国破产法官传唤 康涅蒂格州布里奇·波特的美国破产法院法官 Julie Manning因郭文贵破产案中无担保保在权人委员会的请求 今天周三已发布传播命令 要求Jason Miller协助调查流亡中国商人 郭文贵在这家社交媒体平台可能的财务利益 有多家媒体报道过郭文贵参与盖特优务 有些报道称郭文贵是盖特的财务支持者 所以无担保在权人委员会认为 应该调查郭文贵与盖特之间的关系 郭文贵是流亡海外的中国富豪 今年2月申请了破产保护 在这之前,纽约一名法官对郭文贵处以1.34亿美元的罚款 因为郭文贵把一首名为Lady May豪华游艇 至于债权人所在的司法辖区之外 游艇Lady May有152英尺长 据说郭文贵以价格2800万英镑 合约3650万美元买入 但郭文贵否认自己拥有或控制Lady May 并称游艇是属于他的女儿 郭文贵的最大债权人泰蒙亚洲机会基金 在纽约因债务纠纷起诉郭文贵 双方官司已经打了几年 法院要求郭文贵将Lady May有请开回纽约 但9个月以来 郭文贵并未执行这项命令 好了,这次就好朋友们 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